连新城乡因为青年住宅地震受灾户重建的安心住宅陆续完工 预期人口数大幅成长 新城乡公所依地方制度法实施行政区预调整 增设新秀村 村长由北浦村长兼任置任其届满 新城乡北浦村截至9月底有2042户 4964人 随着县府新建800多户的青年安心城家住宅 以及2018年的0206地震受灾户异地重建的14户 新广工程安心住宅完工之后 年底迁入北浦村人口将大幅成长 将来合理台表示 乡公所依据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以及花林县村里里边组 以及调整自治条例的规定 进行村里行政区域调整 经过一年的筹划举办公厅会纳入居民的意见 划分新村戒区并且由居民投票命名为新秀村 经过县府核定之后 在10月1号接牌公告实施 全乡由八个村正式扩编为九个村 北浦村是新城乡第一大村 人口数达到五千人左右 在今年我们整个青年国宅陆续要交屋之后 预计我们北浦村的人数会达到七千八左右 将近八千人 所以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以县府的给我们的督导之下 在5月25号顺利来通过来公告 在今天10月1号正式成立新秀村 北浦村在行政区域调整规划之后 区域连同西湾工程安心住宅总计30 户数1512户 人口数约3700人 新秀村的七年安心成家住宅809户 预计发费为70 加上原有的零数和计16 约1245户约3000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